前段时间,中国足协突然决定,从个中超球队车调55名25岁以下球员退出联赛,到国家队集训迎集训两个月, 丢求你有伤心动骨,形容U25大集训对队联赛的影响,也有人认为,中国足协的这一做法简直华天下之大集,眼下,这批25岁以下的玉队国角,已经奔赴沙东台湾进行军训,随后前往昆明进行拉链,根据泰安当地媒体的最新消息,这次军区为期五天,军训地点确定为主泰奇辽770部队, 此部队为全军老牌特种部队,在国际特种兵竞赛比武等任务中,屡获殊荣,其中有28人次荣立一等功,67人次荣立二等功,值得一提的是,上一次中国队军选还要追溯到2007年,当时为了备战,2010年南非世界备予选赛,中国国家队进行了军选和封闭集选,但遗憾的是,效果并不显著。 此外,由于此次集训时间紧,任务重,再加上坊间争议过多,难免会有球员出现抵触情绪,因此在昨晚,体育总局和中国足铁,联合成立的世界杯特别备战小组成员召开了首次动员大会, 主动强调了集训纪律,要求这55名被抽调的球员,不能有低处情绪,如果有人被淘汰的话,可能会遭到相应的停赛处罚。 按照既定计划,此番,并二五国族集训,暂时由老帅审降服负责担任集训主教练,集训之后,国家男族集训营将一世昆宁。 12月结束,被抽调球,原主力军来自于上海上岗,江苏苏宁,山东鲁能等青年才军备出的俱乐部。 根据经美北京晚报的消息,足协已经初步决定将军55人拆分成两个队,明年一支队打中超联赛,另一支队则打中奖联赛。